我終於找到一個高人教我開車了 你為何不找我,你找到誰 是男人也害怕了她的那個 不是,男人也害怕了她 你為何找她 她反應夠快 反應快,即是誰 阿姨 阿姨 阿姨? 不是我想的那個吧 是阿姨? 對,你想的那個 那個是阿姨 你懂嗎 我懂的 你懂的… 娟姐,你嚇壞我嗎 以為你說誰 原來我們賽車界鼎鼎大名的女車手 阿姨 她其實也破了不少第一紀紀錄 對 她真的很厲害 其實真的不太適合你,娟姐 你別學走才學跑 千萬別這麼說 在這個世界上只怕有心人 立即請她出來 讓我們聊聊天,了解更多點 我們今天的女嘉賓 房車賽女車手Denise 你好 Denise Denise 你好… 謝謝大路為主持 你好 我知道Denise上來後 我做了功課 以我所知,現在奧運快要來 其實國際奧委會曾經想過 將賽車做這個2028年的 奧運考慮項目,是嗎 沒錯 但可惜不成功 失敗了 失敗了 但為甚麼 我想他們的目的是奧運 是用人體做一些動作 而不是用機器幫助 因為賽車始終是技術 比身體的更多 即是說起車的性能和技術 或是人的技術 比真的要用體能去做 即是用身體… 他用的技術比身體更多 對,比身體更多 但又很好笑 E-sport就是比賽 也可以,又可以進入奧運 我也不太明白 是 我想如果真的成為奧運項目 其實你會代表我們香港出賽 因為你… 那也未必一定是我的 到時候才知道… 你真的比不少男士 成為房車賽的冠軍 所以如果真的成為 也很拭目以待 以後你不知道 可能真的有機會 對 像你一樣 可能你也有機會,娟姐 好,謝謝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 是否所有人都可以成為 例如房車賽的車手 是否考了一個牌照就可以 18歲以上就要先有車牌 有車牌才可以考賽車牌 但18歲以下就不用車牌 可能要考慮一個牌照 只可以在賽車場才能駕駛 賽車牌就不可以當作 像平時駕駛一樣駛出街 你是否在18歲之前 已經有了賽車牌照 16歲我就考慮車牌 然後去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和美國 是16歲已經可以駕駛 你也很心急 對,因為我當時很想… 一到18歲 連考慮車牌照也需要時間 連那個時間也不想浪費 等不到 我18歲當日生日那天 就去了運輸處,馬上蓋了牌照 很厲害 你喜歡駕駛賽車的想法 從小到大都是渴望還是 看了甚麼令你啟發你喜歡 其實我小時候沒有想過 自己會成為賽車手 這個不是夢想 只不過你問我追溯 為甚麼我喜歡賽車的話 第一次去駕駛賽車的時候 是因為有一個朋友 知道我玩高卡車 玩一下就沒有比賽 他說其實你真的很喜歡駕駛 駕駛得不錯 不如你試試 我們去玩一些不貴的賽事 可能當時的錢是一萬多元 你只買一套衣服、頭盔 然後我們一起去玩 甚麼都不用錢 你不撞車的話… 你不撞車的話 不撞車的話就是玩 然後我說好,我試試吧 跟了我的朋友一起去北京 因為香港沒有參賽 所以去了北京玩 我不知為何很幸運 可能大家都是業餘 然後讓我這麼幸運 在那裡拿了一個冠軍 即是你第一次… 通常都是那些… 陪朋友去選美 我看不關這些勵志故事 對… 陪朋友玩這個賽事 還沒試過開賽事 然後拿了冠軍 對 那全場都很震驚 你自己也可能震驚 我自己也很震驚 我想問那個賽事是否有女生 沒有,全部都是男生 其實有些人會說 你跟女子組賽嗎 我說其實我只有一個女生 沒有另一個女生 因為房車賽是否也沒有分男女 沒有分的 因為其實不是不想分 是沒有那麼多女生 可以讓你分成一組 因為少女生玩 我想問房車的類型有分嗎 有的 可能我們經常看到 方程式 那些叫方程式 是 方程式不會在街上看到 是… 只有一個人坐在裡面 那些是超快的 第二就是我們說的房車賽 可能是一些GT GT可能是林寶 很厲害的超跑 都是一個車款 我們在街上也會看到 那些也很快 那一款就是房車 可能大多是四門 平時你們會看到家用車 但改裝成為一輛賽車 因為… 比賽的時候 其實房車可以駕駛多快 可以駛多快 我駕駛的賽車有多快 就要看賽車的長彎 因為如果多直路的話 就可以多給中路 我試過在直路的時候 會試過駕駛300多公斤 300多? 對 300多? 以我所知 過山車也是820公斤 很快 300多公斤是差不多2.5倍 我剛剛想不到300多公斤 你可以想像是高鐵 我… 高鐵是300多公斤 我想知道300多公斤的時候 你不自覺地踩到300多公斤 你才發現原來我駕駛300多公斤 只有有一個… 奧奧巴 不是,是一條街道 是一個高速 那些行程沒有限速 沒有限速 其實你可以駕駛多快 所以我當時試過在那裡駕駛300多公斤 你看到東西好像很快地經過 好像進入了時光隧道 有些人好像… 東西好像很速度 然後你覺得自己很慢 而且我們比賽的時候 都是由比賽起步的那一刻 到你結束後 我想是由82至86公斤 似乎你有沒有… 有人跟你隔離 或者前面有意外 或者你有沒有失控的感覺 但普遍也有100多公斤 其實說到這些公斤 要檢查你的心臟 第二,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要主力訓練我們的心肺 怎樣訓練?做體能? 我們要很高度訓練我們的心跳率 維持在很高水平 可能我們的比賽是45分鐘 就要45分鐘 平時心跳率很平均 令我們適應心跳率 然後我們的腦時的反應 會有計算到究竟要怎樣做 訓練你的反應和體能 對 沒錯 反應可以怎樣訓練 其實有很多反應 我多數都是用遊戲機 因為有些遊戲機的反應是… 遊戲是特意用腦袋的反應 所以你會在遊戲中玩很多腦袋 真的繼續玩遊戲 然後去訓練自己 不要越來越弱 等於老人家的瘋狂 不要自己平坦 不是這個意思嗎 對…我自己會這樣做 那另外… 我們有興趣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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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也有太多想法 因為剛才我聽了幾點 速度大概是82至86 我也試過駕得86 然後他說要心臟夠強大 我作為球迷 相信沒有人救我這對球 作為利迷的心臟夠強大 所以我差了這個 究竟我的反應是否夠快 你打算入行嗎 你在拍攝這段影片 我今天有興趣,可以試一下 好… 拿紙來試一下 是,應該是怎樣 拿紙來試一下 對,很簡單 你看能否接得起它 好像碰到紙 好像碰到紙 放上去 好像很簡單 娟姐… 其實又不是很簡單 再試一次 很緊張 你第一回合失敗了 我試一下,是否很難 娟姐試一下 你試一下… 在這裡 有… 娟姐很厲害 有有認真數 有沒聽… 試一下 你試一下 再高階一點 這個吧 這個放在哪裡 這裡也放在這裡 這個不行 差一點 這個太短了… 這個比較短 通常我們會用這些做訓練 我也要打機,練多一點 對 我想說,我就這樣玩 我現在心中都… 我也有,我也有 你想想,平時長期 45分鐘,你的心臟都會這樣跳 我現在已經覺得很厲害 8.2.8.6 都不等了 所以比賽的時間大概是45分鐘 其實有很多比賽 但我玩的比賽通常都是45分鐘以內 那就要保持很專注 對 我試過玩很長的 即是耐力賽 可能是24小時的耐力賽 但我玩的那是100小時的耐力賽 不是我一個人都駕駛 是有夥伴的 四個人一起玩 那你也要駕駛二十多小時嗎 對,輪流吧 最多每人駕駛兩小時 你不能駕駛,不能放空 放空就超級… 當然不能放空 因為曾經有人說… 真的嗎 你那家人真是紙桑馬爛 你有試過很嚴重的炒車嗎 最嚴重的就是… 我示範一下 好… 可能是直路,我的車沒有駕駛 對,沒有駕駛 在很長的直路後 因為本來要轉彎 收不到 收不到,沒有駕駛 所以你踏的時候沒有反應嗎 踏沒有反應 然後衝出沙池 讓你用來調整的速度 是 你進去後就會慢 當時我不太懂 我只知道第一次衝進去 衝進去後,我打算扭軚 其實衝進去後 你甚麼都不要做放軚 連軚盤也要不要碰 因為它一轉 可能會打斷你的手 對,但我打算扭軚 希望減速,不會撞到前面 因為前面會有牆,也會害怕 誰知道我一扭軚 一扭軚就這樣轉了一個圈 但會吸回整 但你在車內安然無恙 沒事的…沒有任何事 但心裡覺得糟了… 我當時是練習的 一會兒可以出去排位嗎 我沒有想過要立即很害怕 有否真的見過較嚴重的交通事故 對… 我試過有一次 駕駛到第二、第一 跟別人爭取第一 那個男生不想讓我贏 寧願一起攬炒 對,他直接扭軚過來撞我 我在直路過他 他扭軚過來撞我一起埋山 當時很害怕 因為他的輪子都飛出來 整個飛得很遠 撞到我,他的輪子都飛出來 我當時也有點害怕 他還要下車罵我 甚麼?即是泰國平衡嗎 你已經做了這麼危險 有些像心胸很狹窄的動作 然後你還要下車罵人 對 有罰質嗎 對 因為比賽這些好像… 不可以碰撞 後來他會被罰了500美金 這麼少? 對 500美金… 這麼少 但約束賽車就是這樣 即使別人撞你 你也不可以拿錢賠 不會叫別人賠 或是會罰他秒數嗎 他會的…但他也沒有贏 對… 即是要自己走 他也不用罰他秒數 他也沒有贏,那就罰錢 但當時你有沒有很生氣 也罵他回頭嗎 我很生氣,但我沒有即時罵他 因為我覺得不想在街上闊 好像潑蝠媽街似的 看到桌上這件衣服 粉紅色是你的幸運顏色嗎 對… 很平衡 剛巧不是,因為這件衣服 是我拿2015年時 是香港房車賽總冠軍 想陪伴我一起的戰衣 而且覺得很值得記念 而且我看見帽子也寫著第一字 對,因為平時的帽子 第一,不會有這些花 這代表你起碼是一、二、三名 如果第一名,就有第一字 這些是街上買不到的 我想問,我聊了這麼久 其實在香港房車賽的女車手 大概有多少人 這幾年我想也有幾個 也有幾個 也有幾個 進來… 男性有多少 搖搖手搖 你想想,可能香港有100個賽車手 但可能只有三、四個女車手 對,三、四個真的很少 對,當時就只有我一個、兩個 我在想,突然想起 例如澳門偶爾也會有賽車比賽 一年一次 也會有明星參賽 例如郭富城,大家都知道 那些都是房車賽嗎 還是有一點不同 房車賽… 我想問,你們參加… 有年紀的限制 這輛賽車手持有多少歲嗎 沒有的… 沒有嗎 我們這個賽事是沒有的 總之你有車牌 你有賽車證就可以了 曾經試過最高的歲數 是多少歲去玩嗎 有,就是夏惠依的老公 七十多歲都還去比賽 對 你有想過將來你覺得自己 可以得到多少歲嗎 我起碼70歲而已 很厲害… 我起碼70歲都還要得到 有甚麼一刻開始 你真的覺得跟這件事無法覺醒 我想自從我進入比賽 剛才我說過比賽… 贏了… 然後覺得好像… 就陪伴著你 也不是馬上的 因為當時我告訴你 贏的比賽是想著… 不要太妄想要成為賽車手 因為賽車手的路 就像我剛才跟你說的 需要很多錢 很多訓練去支持 所以我隔了兩年後 直到一個很機緣巧合的情況下 我才是真正踏上賽車之路 是甚麼事?我會覺得可以嗎 一些感情問題 對,感情問題令我… 很低谷 知道 對,甚至乎有些抑鬱症 然後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就是我之前介紹過他的賽車 他就說,其實我覺得你這種情況 不如這樣吧 我知道你這麼喜歡去賽車 這麼喜歡開車,又這麼喜歡賽車 其實做一個賽車手 最終的目標 最少起碼要去澳門賽車一次 因為澳門是一個很驚訝的賽道 因為它不是開放賽道 是在比賽時才有幾天封閉 所以那一年,你參加比賽時才能開 所以在賽車手的心中 就覺得這是很驚訝的旅程 你一定要去的 他就說你一定要去 其實當時我也不是很想去的 我也說… 因為情緒低谷,好像沒甚麼動力 他說不行,我一定要抓住你去 車也借給你開 我就像勝利拳拳一樣去吧 剛好一開始就停止了 所以自此之後 你就跟他有一個角不可分的關係 沒錯 賽車… 很有共鳴 我想問Dee,你自己有否其他 自己的心願或是… 我也有,除了70歲要賽車 最之前也要賽車 其實我也想去一個房車界的F1 叫做Lamonde賽事,是法國的 希望我可以成為第一個女性 代表中國的賽車手 有甚麼條件 對… 條件是首先要有贊助 然後就是你要開車 比我現在的車更快 對,那就要高度訓練 以及高度集中 我希望我可以在這幾年內 我可以真正成為我的夢想 我很期待 如果你真的可以去到這個比賽 我們也應該很想去看看 你的過程比賽是怎樣的 對… 最後你剛才說 現在女性也可能踏入賽車界 越來越普及 對於賽車界的前景 你有甚麼期望或想說嗎 我當然希望香港首先要有賽車場 這樣可以多練習 對… 第一,可以多練習 或是一些年輕人 很想去做賽車手或駕駛時 就不用在街上 因為在街上真的很危險 但我本身也有一個經驗 其實你做了賽車手 你不會再想在街上駕駛 我覺得首先要有賽車場 可以訓練到年輕人的後一輩 又或是經濟的發展 其實香港也很需要有旅遊的經濟支柱 所以你會看到 即使是鄰近國家,新加坡 其實他們也沒有賽車場 他們只是用道路改裝 但你會看到他們有很多收益 每次去的時候 他們會有演唱會、派對 其他活動 連帶的國際聲師 連帶國際聲師 對,會合得很高 旅遊的景點,甚至酒店 整件事帶動了經濟出來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可以在香港有賽車場 我也很期望 我可以真正嘗試在賽車場上駕駛 究竟我的專注度和體能 能否負得再反應 反應是最猛的 對,我會練習… 不差的,你剛才反應也會接著 也有反應機 對 他簡直有能力 但對不起,他還沒有車牌 沒錯,所以你等我一點時間 好… 很快 這個娟姐有能力… 好,今天很感謝Denise 來到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分享了 感謝大家 謝謝… 好,大家記得有甚麼要跟我們分享 記得是在訊號電話 好,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掰掰 拜拜